最近金架冲破了4000元的关卡 黄金就变成了歹徒觊觎的目标 高雄市行大就破获一个专门行抢金项链的飞车抢夺集团 歹徒以两个人一组一共四个人 在北高雄一带行抢十几起 而每次得手之后就立刻把脏物拿去云楼变卖 换取毒品或是赌博电玩 人来人往的灿事场龙蛇混杂 成了这些飞车抢夺嫌犯寻找猎物的地方 一旦确定目标就开始尾随被害人 进而犯案 就是先搜寻被害人 那等到看他们就是确定说 这个是他们要行抢的目标的时候 就会慢慢靠近 然后等到速度跟那个被害人的 那个机车速度一样的时候 再直接拉他们进相电然后逃逸 警方调查这些飞车抢夺的险份 两两为一组共乘机车 犯案地区骗及北高雄县市交接处 所犯的抢夺案件大概有10G起 那范围遍布南指左营 还有高雄县路竹桥头厢等处 那编卖地点也是大概都在高雄县市的边境 的一些营楼金事业 警方从嫌犯住处还搜出一把 模型枪及子弹等作案工具 不排除他们还有涉及其他案件 最近金价冲破4000元关卡 巨高不下 警方呼吁民众才不露白 才不会惹祸上身